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一友團隊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呢 第一次在新加坡 網路上就是用Facebook的方式 然後搜尋 然後也是朋友介紹的 然後他說就是這個阿姨或者是叔叔 他是台灣來新加坡的 然後他們包的豬肉水餃 特別特別好吃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家的牛肉麵也好吃 可是我本身沒有吃牛 所以我就不嘗試他們家的牛肉麵了 然後我今天這一次訂他們的餃子 是有高麗菜豬肉水餃 韭菜豬肉水餃 還有韓國泡菜豬肉水餃 然後每一個口味都是50顆 然後這樣總共是44塊新餅 然後今天就是要約麵條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等麵條吧 這個是44塊 心幣10塊錢跟2塊錢 10塊是紅色 2塊錢是天紫藍色 來了來了來了 spilled 紫藍色的車 那裡面吧 哦好 很多嘛 這是一個 這到阿姨包的嗎? 你們家包的 韓國泡菜跟高麗菜 這個韭菜 綠色是韭菜 黃色是高麗菜 紅色韓國泡菜 高50顆 44 對 謝謝 好吃再跟你們買 拜拜 買了三包 好重啊 這個 他說紅色貼紙的是韓國泡菜 就是50顆 然後 黃色的是高麗菜 然後綠色的是舊菜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吃吃看 好 我現在分點了一個 這個是泡菜 這個是 紅色是高麗菜 然後 我們這個色也是韭菜 這都是手工的 然後在冷凍的 然後 水管就要丟在水裡就可以吃囉 好 首先水管囉 我要把高麗菜丟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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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好 好 有 這就是 好 好 好 喔 水管 好 好 好 然後這樣就可以撈起來 然後再丟韭菜的下去 韭菜 好 首先這一個是高麗菜水餃 然後先切一半給大家看 這是高麗菜水餃 沒有豬肉跟高麗菜 好 吃吃看 好 那現在這個是要起鍋的 這個是韭菜 韭菜 然後我再放韭菜 韭菜 韭菜 這個 等他 那接下來這個是韭菜 然後也要切一半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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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一個好像煮破掉了 泡菜耶 紅紅的 好這是泡菜豬肉 一樣給大家看一下橫切麵 包下去 這橫切麵紅紅的好可愛 這個就是高麗菜 韭菜 跟泡菜 泡菜 泡菜有點被我煮過的 不好意思 很酷 很酷 可口的味道 這個是高麗菜 這個是韭菜 這個是泡菜豬肉水餃 新加坡手工水餃 開吃了 好這個是第三天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三個水餃裡面 我本身最喜歡是高麗菜 然後第二名韭菜 第三名是泡菜 這三個口味都還蠻好吃的 然後泡菜會稍微貴一點點 那它的泡菜本身不辣 可是我本身也不是吃很辣的人 我還可以接受 對大家可以試試看 它不是像韓國泡菜那一種特別的辣 它有稍微就是 減低它的辣度這樣 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然後高麗菜我覺得 感覺真的有台灣味的高麗菜在裡面 因為新加坡買的高麗菜都偏硬 它有特別挑過 所以它的高麗菜有那種鮮甜鮮甜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韭菜的話 我覺得它韭菜可以再多一點 然後韭菜黃的部分 可以再可以增下去 增加下去 可以增加它的那種韭菜的香的感覺 對然後這是我的新加坡網路訂購水餃的一個體驗 跟大家分享 好啦今天我原本是想 try 用這個水餃來做尖角鍋貼 可是我看樣子感覺是失敗了 對所以就改成變水餃囉 然後加上我這個鍋子 它雖然是不沾鍋 可是用的有點久 對所以可是還是會連鍋底這樣子 嗯 那以上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小年日 下次見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麻煩 constitutes快分鐘 可以 headed可以 你逛街 這一定會的話 沒有 五路 我們 patter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